28. 明報 學者 公民教育催去政治指迴歸後小談民主自由多談中國成就 2015年7月9日 教育A26. 明報專訊 研究公民教育的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行政系副教授梁恩榮 曾參與編寫1996年學校公民教育指引 他比較了回歸前後四份公民教育指引 指1985年起公民教育開始政治化 1996年指引側進一步強調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 鼓勵學生批判思考及參與公共事務 但他認為回歸後的公民教育開始變得非政治化 如2001年文件僅在父六中提及民主自由等 以2011年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課誠 指引諮詢狗則強調中國成就 被談中國的人權和法治 教聯副主席 感覺不到同樣參與編寫1996年指引的 教聯會副主席胡少偉則說 感覺不到非政治化的趨勢 他說1996年指引相當完整豐富 2001指引則是為配合課程發展路向 定位不同,偏幅也教團,不宜直接比較 至於2011年指引,他沒仔細了解,不作評論 他認為若從選舉和遊行示威等情 G.來看,回歸後港人政治參與越來越多 學生參與程度也大為增強 反映港人不缺政治教育 他亦不認同公民教育要刻意政治化 因政治參與指示其中一部分 還有個人品德等課題 學者比較回歸前後公教指引梁欣榮指出 殖民時期公民教育通常止步於介紹政府職能 但1985年因應而簽訂中英聯合聲明 社會面臨政制變化,加上要準備回歸 當年的教育處認為要加強學生國民認同 雖在新的學校公民教育指引指公民教育實質上是政治教育 內容包括代議政制、民主選舉等 令公民教育開始政治化 同時提出要培養學生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自豪感 但梁認為該政治的蝙蝠有限 且當時教育條例禁止私生討論政治 故推行成效成而 臨回歸投票年齡降爭政治內容後來發生八九民運 很多教師參與遊行或百科 港督彭定康加快香港民主進程 將投票年齡由21歲下調節18歲 一世高中生可投票 梁欣榮指此環境下迫切需要教學生認識政治 故1996年指引提出法治、人權等內容 鼓勵學生參與香港社會事務和政治時事 也要求學生了解中國的政治體制及法治、人權的發展重置 至於回歸後的公民教育 梁欣榮認為是不斷非政治化的過程 2001年教育局發佈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 其中德育及公民教育部分偏重德育 強調堅毅等傳統價值觀 民主自由和法治人權則被放在腐禄 他直指示公民教育開倒車 到2011年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資詢稿 講述現代中國的科技、經濟成就 梁瑣榮為一味暢好、不提黑喉面 只說領導人面對挑戰、自社會反彈大 政府作出修訂、梁子新版本有進步 但仍偏向美化中國 所謂的反彈